全國中等學校的運動會 原定明天要開幕 不過由於國內的確診增多 為了確保選手安全出賽 花蓮縣政府在昨天晚間 緊急宣布賽事確定延後 是疫情的狀況 宣布舉行時間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原本即將在四月十六號 到二十一號在花蓮縣舉行 不過縣府在十四號晚間 臨時召開記者會宣布延期 以及我們教練整個賽場的安全 所以我們在今天宣布 一百一十一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四月十六號延賽 花蓮全中域 共有二十二種競賽種類 共有超過一萬名的選手參賽 其中自由車場地賽和柔道 已經完成賽事 蜻蜓競速和滑輪溜冰 也陸續開賽 不過受到國內疫情升溫的影響 有超過一百位選手 因為匡列隔離 無法到花蓮參賽 原定支援全中域醫療服務的 部立花蓮醫院 更爆出院內感染 花蓮縣府在十四號晚間 取得教育部的同意 一百一十一年全中域延期舉辦 等疫情趨緩 另行責定復賽日期 不過聖火的船地 以及已經進行的 蜻蜓跆拳道滑輪溜冰 網球舉重和射箭 則繼續進行到結束 不少選手已經從全臺各地 到達花蓮 準備要大展身手 花蓮東大門夜市的攤商 也已經備料 準備迎接選手 取消賽事 讓店家很無奈 感受 應該是不好吧 為什麼 就沒有人了啊 沒有遊客 沒有選手 沒有家長 多少對攤商都會影響 可是如果說來比賽的選手 帶著確診回去的話 對我們花蓮 也是一個重創 商家表示 已經備好的料 生鮮的部分 也只有請家裡的人 先吃一吃 或是分給大家 而選手教練的住宿部分 縣府已經和飯店旅館民宿 取得共識 退訂房完全以服務性質 不會額外收費 記者溫家凱 沙燕奇無奇昌綜合報導